準備好 這個測好拿出來了 兩支咧 在我們家嗎 哈囉粉絲團的各位朋友大家早安 今天禮拜一耶 我們開的直播這台車是Camry的8代 Camry從經理比較熟悉的34567開始 這幾個世代都是前後賣花城的懸吊系統 到了8代改款的幅度非常的大 把整個懸吊系統改成是TNGA的系統 TNGA的系統後方的彈簧跟避震器桶芯 就是分開的結構 整體操控上的話 雖然還是不比歐系的中大型房車來的一個穩定 可是如果跟經理有在開的比較常在開的Camry 6代 比較起來的話 原廠來說TNGA的系統的確是進步的很多很多 像是Raffle的5代還有Raffle的4代 一樣也是進步非常的多 都是by TNGA的地方顯示 但是再怎麼說 Toyota的設計都還是會以舒適 會把它舒適度為一個主要訴求的項目 所以它的乘坐感覺的話 還是比較偏向舒適 那改裝的話一樣方向是有兩個 第一個我們把鋁圈的規格把它加大 那把扁平比變薄 第二個就是改裝避震器 避震器的話不外乎是把車高把它降低 車子的重心降低之後過彎的穩定度自然能夠提高 第二個方式就是把它桶生的阻凝 這個阻凝軟軟硬度的話把它調硬 所以KT的話高低也能調整 軟硬的話也能調整 所以就會操控性的話 當然就會變得比較好一點點 那它TNGA的底盤 除了底盤的系統變好之外 後方彈簧跟避震器做成分開的結構 也造就出它車室裡面的空間會加大 這個是後方的桶生 它的後方的桶生還蠻小一隻 以前的話賣花層超大型的 那現在後方的桶生就是這麼一隻 後方的桶生它的工作比較輕鬆一點點 因為它的工作就是單純是拾住盤簧上下的晃動 所以它的就是上下的作動 所以可以看到它的作動的一個幅度非常的少 好 那這個防塵套跟饅頭 我把這個軟的我把它折起來 它的饅頭 它的緩衝饅頭 防止桶生觸底的一個機構大概是這麼長 大概是這麼長之後 我把它換算到這裡 也就是說如果我們把車高降下來之後 其實它所剩餘的行程沒多少 當然這個饅頭它原廠的材質做得比較鬆軟 所以它的饅頭也包含在行程裡面 所以像這台車的話 經理個人就不建議改裝短彈簧的形式 因為它的桶生的行程比較短 如果你改短彈簧的話 它的整個乘坐感覺就貼著饅頭在跑 萬一有滿載或者是遇到比較大幅坑洞 相信開這款車的後方的車主就知道 那個感覺就好像是一個觸底的感覺 但其實不是觸底 是因為它的後面的行程 因為改了短彈簧 浪費掉它滿多的空間 所以有很多的車款是適合改裝短彈簧 有的車款是不行的 像這一台是八代 它的前一代 七代 六代 五代 四代的 Camry 它的行程都非常的長 浪費掉一點點空間也沒關係 像那種車款的話 來改裝短彈簧就沒有問題 但八代不行了 八代的話就比較不建議 好 那改裝KT的一個步驟的話 它的後方彈簧的配置 KT是配置了230長6公斤的規格 前方的話是配置燈籠狀 200長7公斤的規格 算是比較偏向舒適的一個彈簧設定值 它的上方有一個上座 這個上座的話是要沿用原廠的上座 TNGA的 然後它的前面的上座比較特別 我們把鏡頭拉近一點 可以看到它的上座是有一個斜度的 這邊比較高這邊比較低 所以它的上座的斜度 也會因為這台車的形式 KT都有做一個專用的斜度 給這台車來使用 那如果要沿用原廠上座 也不是不行 像有一些O系的大廠 或者是日本的一些廠家 它的設計是沿用原廠的這個上座 但是KAMERY的車系 很多它的上座都有切一個切角 它的上座在沿用的時候是有方向性的 而且它有高低邊的話 萬一沒有裝好的話 一裝上車就有可能會有異音的問題 也有可能會造成上座的壽命縮短 所以在上座沿用的話不是不好 可是對組裝的技師來說 有多了一個技術門檻在 所以如果能夠有力上座的話 當然是最好 這個是前面的部分 那前面的話有一些ABS感應線 或者是油管固定架的位置 這裡還有一個扣距的痕跡 這些的話 KTR都是做這台車所專用的規格 好那我們來 車主也有改了這個炫壓式的鋁圈 這個一樣是18吋的 不過如果經理個人推薦的話 我可能會推薦這台車 因為這台車的車 算是中大型的房車 會比較建議 直接就把它跳到19吋了 那這台車也有改裝的一些細節 經理個人也非常喜歡這樣的風格 這個是把它做一個鋼琴烤漆的黑色 一般如果在賓室的話 它叫做夜色套件 像是這個的部分 這個也烤成亮黑色的 那這個也做亮黑 然後燈膜的部分 有貼一個燻黑的燈膜 整體看起來的話 相當的霸氣 在前下巴或者是後側裙 旁邊兩側的側裙的話 也都會做成鋼琴烤漆的顏色 黑色的 所以整體搭配起來的 質感相當的好 而且也相當的有運動風格 這個是後方的筒身 它的上座這裡 這個上座很特別 這個是要沿用原廠上座的 在上座下方這裡有一顆旋鈕 這一個就是在調整後面 筒身的軟硬度的 往順時針變硬 往逆時針的話是變軟 這一個是後方的 它的彈簧 230長6公斤的規格 這一台車如果 車高降低的幅度 有要比較大一點點的話 一樣 因為它是多鈴感的懸吊系統 如果車高降低的幅度 有比較多 它後方的輪胎 有可能camber的角度 還是會比較趴一點點 所以如果降低的幅度 比較大 那就建議要改裝這一支 仰角調整器 這支仰角調整器 TNGA的系統 這個零件都是一樣的 ARTIS的12代 還有RAV4的5代 這些零件都是公用的 那下肢幣 這個下肢幣的內側 這裡有一個偏心螺絲 經理手指頭的這個地方 這個螺絲 其實它就是後方 在定位的唯一的螺絲 它可以校正後方的竖角值 所以後方的竖角一旦改變 仰角也會微幅改變 可是它畢竟是一個偏心螺絲的設計 它能夠調整的範圍其實不多 如果降低的幅度比較大 那一顆螺絲對應的幅度 可能對應不到 所以就變成會建議要改裝 仰角調整器的原因在這裡 好 這個是後方的懸吊設計 所以像這樣的設計的話 其實就不需要再拆內裝了 所以在拆裝上 也會比較省時一點點 那上座的部分在這裡 這個大型房車的話 它的上座會裸露在引擎室裡面 所以在拆裝這一台車的避震器 也會比較輕鬆一點點 三顆螺絲就在這裡 這顆螺絲可能會被拉桿擋到 稍微拉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阻尼的話 從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好 那我們把鏡頭 從這個地方往這裡拍 可以看到它的上座 是有一個斜度的 它朝這邊比較高 這邊比較低 所以這個的斜度 KT也有做這台車所專用的一個斜角 來迎合這台車的角度 這台 Camry 8代的話 也有做跟7代一樣 都有做Hybrid油電款 好 那彈簧的話 這條彈簧比較特別一點點 因為有時候單桶式的避震器 可能會配置的是直捲式的彈簧 但這台車原廠的懸吊系統 比較舒適 所以我們希望也能夠保留 一大部分的一個原廠的舒適度 所以把前方的彈簧 配置一個237公斤燈籠狀的彈簧 它在彈簧跟彈簧之間的線距 會拉得比較開 所以它的一個行程 作動上下的行程範圍 也會比直捲彈簧還要來多出35% 所以它乘坐起來的感覺 會比較舒適 然後行程也會做得比較多 那其他配件的部分的話 這些都是原廠的規範、規格 油管固定架、ABS感應線 那這裡有ABS感應線的扣具 這裡有離載串的固定點 離載串的話 就直接沿用原廠的離載串就可以了 不用再多花錢 改可調式的啦 或者是改強化的離載串 用原廠離載串就好了 離載串的話其實 原廠算是一個消耗品 因為我們在轉向的時候 它離載串會跟著旋轉 所以這個球頭機構的話 可能大概在8到12萬公里左右 它就會開始老化 那就需要有應應的時候 就需要做鈦換 所以太換時就用原廠的離載串就可以了 不需要再換專用的規格 那在KT的用料的部分的話 KT使用的是意大利IP的選民友 使用的是日本NOK的油風 用料的話都相當的不錯 而且這些的系統啊 跟原廠的不一樣的地方是在於 它除了軟硬高低可調之外 之後也能夠做維修耶 這個主名油雖然已經用到 意大利IP的主名油 但是它跟機油一樣 用久了還是會衰退還是會劣化 那如果到時候乘坐起來的感覺 沒有像新裝的時候那麼的優異的話 那代表它的統身裡面 主名油可能開始劣化 那就需要做整理翻修的動作 KT也有辦法做這些後續的維修 不需要一個統身壞掉 或者是一個上座壞掉 就換一整套的不用 可以做維修 那如果車友們有想要來試乘看看 尤其KT的工廠裡面 就有CAMOA的六代 可以提供給各位來做試乘 所以如果有想要試乘 或者是有經理剛剛沒有 有遺漏介紹的地方 要詢問我們小編的話 都歡迎跟我們聯絡 好 以上是今天直播分享 謝謝大家 拜拜